怎么样子把Android的程式放上手机去跑 那你可能要检查几个东西 我这边稍微有写一个就是开发工具的地方 那这边有一个将程式上传到手机上 这一篇 那如果你不行用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漏作 那其实好像不见得每一步都一定要做 我后来发现这个不一定要做 好像也可以 那但是你应该要检查一下你的手机画面里面 手机画面里面应该是在设定 就是你选这个主功能 然后设定里面应用程式的开发 这里有一个USB除错的选项要打勾 那另外如果你Eclipse是自己安装的 你要检查他的USB driver package 是不是有安装 这install package里面的话就是有安装 那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前面 你把它接上去 你把手机开起来 把手机开起来 然后呢USB一端接在电脑 那一端插上去 那插上去之后它会有选项选说 紧充电或HTC-SYNC或磁叠机或USB数据连线 那我记得应该是要选HTC-SYNC 那所以我现在选了HTC-SYNC 试试看 可是也未免太快了 它马上就跑了 好 那现在我选进去了之后呢 我这边按 因为我没有开虚拟机哦 所以我现在应该只有一台机器 诶不对哦 它现在跑了虚拟机哦 所以它没有侦测到我的 来再试一次 哦 手动在哪里呢 RUN 这里 这个吗 OK 然后呢 Target OK 然后往后面那个选MA menu哦 这个手动 OK 好 然后按apply 对不对 然后 好 那我RUN一下 诶 所以我的没接到 对不对 所以我的没接到 我重新插一次 不是诶 它电直播就很强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好 这样子插上去就有了嘛 那我 我习惯是选HTC-SYNC的 但这时候它是offline耶 我觉得很怪 它是offline offline的话 照理讲 应该不能跑 对不对 应该是要online 不然我没办法按OK啊 对不对 下面不用选 这是virtual device哦 所以照理讲 应该要online才可以跑 所以我现在有点怪怪的 可以 知道原因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那当 但是刚刚可以哦 所以我再测试一下 再看看 确定一下原因 再跟各位说 目前 我的 我的手机上面显示 它正在寻找电脑上的HTC-SYNC 但是照理讲 应该是不用 所以 它现在说找不到 不对哦 因为我刚刚已经在这边执行过了 所以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可能不只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试试看 它说 compatible with target Android 1.6 因为我那边写1.6版 OK 好 那我先确定一下 我再跟各位讲